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提到说今天你在这个末世 这个不是只是这个末世的传道人 我上礼拜已经讲了 不是只是针对我们这些蒙神呼召 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今天上帝要呼召每一个神的儿女 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 你就是传道人 跟你旁边说你就是传道人 所以呢 为什么讲末世的传道人 因为现在就是末世 末世你可以看见在起书里面 让我们看见说 神要兴起他的儿女们来 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避免到 这个末世所要面临到的事情 这些后面 这里面所提到一个一个 越来越厉害的 这些的审判 这些的灾难 这个不是只有 这个跟外邦人有关系的 这些是跟所有全世界人都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明白 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心意 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回应 这一个末世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说 约翰他吃了这个书卷 然后神就要他去发预言 对不对 像多民多国多方多足 向他们发预言 那弟兄姊妹 我们也提到说 我们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我们不但要跟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我们跟我们自己同语言同文化的人传福音 我们也要跟那些非我族类 跟那些穆斯林 跟这些 我们就为什么为这个穆斯林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看到末世神的计划里面 神也要得到这些穆斯林 神也要得到这世界上面许多的未得之名 那弟兄姊妹 接着 十一章开始 主要会谈到有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 又是神 接着这两个见证人 在当时候 普天下面临大逼迫 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 他们要出来传道 但是十一章这一段圣经 是启示录里当中很难解的一段 有各式各不同的一些说法 我不带大家进入太深奥的一些的 这种神学的争论里面去 我主要要从这段圣经 让我们看见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每一次 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要问的一件事情 这个跟我们弟兄姊妹有什么关系 如果今天讲的这篇 我是在神学上讲 那我就会用这个地方 我就专门讲传道人 是不是 末世需要什么样传道人 但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 这段经文 神容许约翰写出这段经文 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跟你我都有关系 因为你我都是末世的上帝的见证人 好 那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 在讲到这两个见证人之前 第一节第二节 上帝要约翰去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很奇怪 好 你看好 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上帝要约翰做什么呢 要他 他就有一根尾子 芦苇的尾子 他赐给他 当作凉度的杖 好 我们稍微先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了解一下 免得大家这个从头到末了 讲到后来 大家已经有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了 启示录让人家不太明白了 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异象性 很多这种象征性的一些东西 好 那你看看 我们曾经讲过七 七个印 对不对 然后呢 七个号 是不是 现在我们已经七号快讲完了 那接着下面就是什么呢 七个碗 好 那你看看 这个时间表来讲 这个是所谓的七年的大灾难 七年的大灾难 前三年半 后三年半 好 那你看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让我们看见说 十一章 可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 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了 后面三年半的这个大灾难 所以在这个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 第二节 上帝就要 约翰看见说 有一个尾子给他 来去量度 量度什么呢 量圣殿 注意看 量什么呢 量圣殿 然后呢 量圣殿的祭坛 还有在圣殿当中礼拜的人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当时候 耶路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 好 你看一下 所以大概你从这个当中 可以有一个概念 圣殿当你一进去的时候呢 是外院 或者说外邦人院 然后再过来是什么 内院 是不是 然后再进去呢 外殿 好 然后圣所 是不是 再进去呢 至圣所 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 一连一次才可以进去的 那么这个外邦人院呢 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提到说 在外邦人院 就不用量 那么圣殿呢 还有圣殿里面的这些敬拜的人呢 还有祭坛呢 要把它量一量 在圣经里面 你如果去看这个 以西节书第40章到43章 花了这三章的时间 都是叫以西节去量 他也提到 以西节看见一个印象 看到有一个人 在那边量这些 量得非常仔细 圣殿这个地方多少尺寸 那个多少尺寸 如果你不懂 读这段圣经了 速读圣经 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可能会到最后去想说 哎呀 在干什么啊 我又不是这个建筑工程师 怎么讲得这么仔细 跟为什么关系 圣经里面 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 花了三章的时间 你可以看见 圣殿是非常重要 从这个 从这个整个的圣经里面 来看见 圣殿代表着神的中心 代表敬拜的中心 代表神的同在 那这个地方讲的圣殿 这个地方讲的圣殿 事实上已经不是真实的圣殿了 因为在主后七十年 圣殿已经被毁了 那么约翰在看见 他写洗事录的时候 已经是大概主后九十几年了 所以当时候他已经 当时候他已经知道的是 圣殿已经是被毁了 你懂这个意思吗 因此这个地方 他看到神 有一个神要他去量这个圣殿 量这些人 量这些的祭坛呢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那也有的一种说法 按字面解释的话 就说 这个是将来 在这个 耶稣再来之前 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圣殿会重建 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些 以色列的人 包括一些海外的 这些基督徒 都在资助这件事情 要去帮助以色列 重建一个圣殿 OK 那你们准备 请搞清楚一点 我们今天已经到新约时代了 不要再去搞圣殿了 懂这意思吗 也不要再去搞 就业的那些敬拜 那些祭祀了 那个是 那个是犹太教的东西 OK 就算是将来 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想要去重建圣殿 他们想要照着圣经上 所说的这种预言 去实现 那也是在神的计划方面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说 神借着约翰要去梁自己梁 梁这些圣殿 梁这些人做什么呢 那么 那么 这个梁 代表着保守 保守 代表着神的保守 好 那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注意看 这个外怨 不要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外邦人的怨 这里说 这里说 圣经上这里讲了说 他们要被 践踏 42个月 所以这些 在圣殿里面 礼拜的人呢 代表是那些 真正的 重生得救 爱主的 这些的基督徒 因为当时候 接下来你去看见 整个就开始 面临逼迫了 后面的两个见证人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但到后面 这两个见证人 就为主殉道了 那这里就看见说 一方面 这个逼迫在那边 很厉害的进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看见神 在同时 保守他的儿女 保守他的教会 你懂这意思吗 丢子辈 我不晓得 我们在过去 这一年当中 你能不能够体会到 神的保守 何等的重要 我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我都做一个 感谢的祷告 几乎不敢讲 说每一次 感谢主的保守 直到如今 是不是 感谢主的保守 你不要take for granted 你不要以为说 今天我没有得到 COVID-19 好像是应该的 全美国已经 十分之一人都得到了 我们之所以 能够平安 是神的保守 讲到神的保守 亲爱的兄弟妹 这是对历史历代的圣徒 那些忠心爱主的 即使在逼迫 患难中间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安慰 因为让人够保守我们的 要保守我们 不失脚 一直到 见他的面的时候 昨天晚上 我在家里面 预备信息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 很大的敲门声音 哇 我第一个想 我两个女儿出去 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但是那个 那个暴力的那种情况 我想应该不会是他们 那我想是谁呢 或是坏人啊 那么身为家中唯一的蓝丁 我就只有赶快 抛弃看是谁啊 就一去看 我发现 原来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好 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图片 好 对不起 原来啊 我们家之前几个礼拜呢 有小鸟来我们家的门口 做窝 我们有一个那个挂的一个 好像一个新的一个形状的 一个 一个装饰的挂着门口 每一连师母都会挂 每一连这些鸟都来做窝 哎呀 金人又来了 然后呢 他就做窝 做好了之后 就生蛋了 生了四个蛋 那四个蛋 慢慢慢慢就孵出来 小不是小鸟 孵出来小鸟 哎呀 所以那一间我的二女儿 他 他去 这个出去 这个 出去 到 可能往神叠 我大概那个方向去 那么他 看到那个 那个小鸟 孵出来之后 他就写了句话 他说 Now It's the time To protect them Day and night 讲得非常好 但他人自己也在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 要昼夜保护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我们家 发生同样的情形 结果这些小鸟 被猫吃掉了 所以他们觉得 今年不能再发生 这个事情了 所以呢 看到这个小鸟 孵出来 就说要保护他们 好了 保护他们 我们就很注意啊 很注意啊 所以昨天那个 听到那个声音 说我第一个反应 我想如果不是他们 那是谁呢 哎呀 我一看 那个门口的 那个东西 掉下去了 我就知道 然后一看 看到一只猫在那边 赶快我就冲出去 把门一打开 我就把这个猫 把他赶走 哎呀 四只小鸟 掉在地上 一只已经死了 然后不晓得为什么 怎么 可能蚂蚁就 本来就在那边 怎么样 一堆蚂蚁就已经 在他身上 在吃那个 那个小鸟 另外三只 我就赶快把他救起来 你看这个 把他救起来 放进去 放在那个 那个鸟巢里面 然后把他带到家里面 昨天晚上就在家里面 过了一夜 那么第二天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昨天晚上 这个师母还有女儿 就帮忙在那边 Google Google说 什么样子 养这个小鸟 Google了半天 说太复杂 太麻烦了 最好还是 让他的母亲来养 所以我们又把他放回去 今天早上 一清早的时候 就要放回去 结果呢 那只猫又来了 就在我出门 要到这里来的时候 又来了 所以我好 我说唯有这个 一劳永逸的办法 就是把这只猫捉起来 所以我今天早上 就跟我大女儿 我们就在那边捉猫 最后总算把这个猫 抓起来 把他关到我们家的 那个pet 有一个篮子里面 听众子妹 很精彩 我从这个当中 我就想到说 你看 我们这些 爱护小动物的人 我们这样子的保护他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day and light 你懂意思吗 我尽了我自己所能的 我想办法去保护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以存活 可是我是有限的 我这个人是有限的 可是亲爱兄弟妹 上帝是保守 是无限的 Amen 那保护我们的 不打盾 Amen 亲爱兄弟妹 我们人还是要睡觉 但是耶和华 那保护我们的 他昼夜都不睡觉 他保护我们 他看顾我们 亲爱兄弟妹 即使是在逼迫 在患难 在危难的中间 兄弟妹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神全能的宝贝 他能够保守我们 Amen 末世 虽然会有许多的患难来临 会有许多的逼迫来临 但是亲爱兄弟妹 你不要只是想到患难 不要想到这些苦难 你要想到的是 我们有这一位 爱我们的主 那会保守我们 不失脚的 那一位 用他大人的绑壁 保守我们的 你要想到这一位主 这就是成为我们 那些忠心爱主的基督徒 历史历代的圣徒 其实在面临到危险 面临到危难的时候 仍然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直到有一位 保守他们的主 Amen 但是另外一方面 亲爱兄弟妹 从这一个角度 我们也看见说 神要今天兴起 末世的这个传道人 要像如同神一样 是那些能够保护羊群的 是那些流星料理羊群的 可是很多时候 你知道吗 传道人是牧者 我现在先讲到 就是说全职传道人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教会在聘起牧师 特别是北美教会 很多时候 其实是把传道人当故宫 你如果看一下屁幕广告 北美的屁幕广告 很有意思的 这个要道学硕士 毕业 那么 有的要想说 至少 北美幕会 三年以上 或者五年以上 好 然后国语流利 英语沟通 畅通 会讲广东话 更好 所以你会发现 教育程度 语言能力 大概是主要在要求的 是不是 你没有看过一个广告 上面说 传道人必须被圣灵充满 有没有 传道人必须会祷告 是一个祷告的传道人 没有 没有讲这些东西 讲的都是外面的 学问的 还有呢 这些经验的东西 跟外面世界在找传道人 在找一个员工 大概类似的想法 大家请记得一件事情 传道人是牧者 所以传道人跟羊群的关系 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不是一个雇工跟雇主的关系 如果教会很多时候 把这个传道人当雇工 所以在北美的教会 普遍要做一些所谓的 第一连叫做propation 我到北美来 第一次到教会幕会的时候 还听到有propation的时候 我真的不敬仰然失笑 以前在华盛林书的院长 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去哪个地方服侍 祷告神代引领 去到教会 不要跟教会谈薪水 神亲自会供应 意思是说 传道人不要去在乎这些东西 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当中 很多时候教会把世界上面的做法带进来 以至于说 教会用世界的方式来期待传道人 传道人也变得 变成不得不用世界的方式来回应教会 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兄姐妹 传道人是牧师 传道人是牧者 是牧羊人 好牧人是要喂羊怎么样 舍命的 不给他钱他也要舍命 Amen 都没有Amen 切丢子妹 但是如果你把传道人当了不故宫 那 那你就 开玩笑 就像以前有一个 这个 范大林长老常常喜欢开玩笑 他说 好 你今天给我的是这个 白开水 我就讲白开水的道 你今天给我的是这个 人参茶 我就讲人参茶的道 传道人可以这样子吗 你今天给我的薪水 只有两块钱 我就讲两块钱的调 两块钱的道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样的弟兄姊妹 你我身为做父母亲的 我拿做父母亲的 来做比方 就是很能够体会这个牧者的心肠 是不是 做牧者的 要详细的料理你羊群的情况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对不对 所以牧者跟羊群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羊群听他的声音 他也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换句说 这个羊 这个牧者 在祷告中常常提名为他们祷告 牧者认识每一头羊 每一个人是长什么样 个性是什么都知道 就这位 你做父母亲的 是不是也是如此 是不是也是如此 做父母亲的 实际上告诉我们说 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所以做父母亲的 你要留心料理你自己家里面的人 同样的 今天上帝也欣请你 你说 哎呀 牧师你刚刚讲的那个传道人 我想我大概不会是那个传道人 丢这辈 不 每一个都是传道人 每一个神都托付我们 要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 是不是 大使命是告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在外面跟别人传福音 我们在外面做这些 好像是符合圣经所说的这些属灵的事情 好像我们常常忽略掉 其实你在家里面 你去好好把你的孩子牧养 料理 按照主的教训教导他们 这也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使命 所以为这个缘故 为什么我不赞成 坦白说我不赞成 这个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 变成是夫妻都要去上班 这个主题很大 为什么 整个社会的改变 夫妻都去上班 夫妻都是为了生活在那边忙碌 那么家庭小孩子交给谁 交给保姆 小孩子交给谁 在哪里长大了 如果在中国的话 就交给自己的父母亲 是不是 所以形成很多亲子之间的问题 亲子关系的问题 相同姊妹 那更不要说 什么一个内在美 一个外在 一个是内在美 一个是外在中 是不是 这种的太空家庭 这些都不是圣经所希望有的 亲爱的女子妹 做父母亲的 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 不是只有母亲 母亲节快到了 大家就庆祝母亲节 母亲节好重要 我们那天长职会里面 还在谈这件事情 说母亲节 因为是第二个礼拜天 所以我们长职会就不开 按惯例 我们就延到第三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天开 但是呢 父亲节也是第二礼拜天 我们呢 还是照开 我本来很想补一句 我说 那这样子是discriminational 对不对 你这是不 这也不公平 弟兄姊妹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就是如此 男人拼命地赚钱 男人拼命地叫你出去 出去出去 所以男人为了赚钱 把家都丢掉了 抛家弃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做父母亲的 你不要忘记 上帝托付给你的 你的羊群 你的孩子 你的两个孩子 你的三个孩子 你的四个孩子 他就是主托付给你的羊群 你好好的养 牧养他 好了 那在教会里面 我们做小组长的 事实上我觉得 在教会服事当中最伟大的 是小组长 我们当时小组长的 给他一点掌声 小组长其实就是小牧人 做牧养的工作 你只要做过小组长 你就非常能够体会传道人 你只要下来去牧养羊群 你就会发现 有山羊 还有什么羊 有绵羊 有不同各种各需要的这些 你都可以在一个小组的里面 你去体会到 所以我从进来羊群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弟兄姊妹 我说没有做小组长 是有任期制的 我两年任一期 或者是一年任一期 我说请问你做爸爸妈妈的 有没有做两年 换一个爸爸妈妈呢 没有吧 生命的关系 不能够这样子分的 传统的教会 这种搞这种做法 团契 两年一任的团长 或者是两年一任的小组长 这种东西就是搞不起来的了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今天整个的趋势跟发展 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你可以看见就是一个牧养的关系 牧者就是一个终身的一个服饰 小组长是一个终身的服饰 你只有一个可能换小组 就是什么 就是你生出另外一个小组 或者是你已经盟族重召了 弟兄姊妹 好 牧人喂养死命怎么死 每两年换一个教会都可能死 教会的整个设计 其实北美教会整个的设计 是让传道人很难为教会死的 我常常听到 这个统计数据 从我来美国 就听到这个统计数据 平均起来 北美的教会 牧师传道人换教会 大概是两年三年 那你想想看 一个教会两年三年换一个牧师 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成长 是不是 这个关系怎么可能建立 不可能 同样小组也是如此 弟兄姊妹 如果小组长两年换一个 这个小组是不可能成长的 这个小组是不可能有爱的 这个小组是没有办法 真正建立起那种生命团 生命共同体的关系的 所以今天第一个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要兴起末世的传道人 是有牧者心肠的 因为传道人就是牧者 Amen 好 第二个 传道人也是先知 你看第三节第四节里面 就开始讲到这一个 两个传道人 这两个传道人 这两位传道人呢 这个到底是谁呢 好 你可以看见 我就简单说 我从这里 从我自己的 我所研究的 那么这两个传道人呢 他不是 有人说是摩西以利亚 有人说是谁谁谁谁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地方 两个传道人 是在指责 是教会的 这个信徒 也就是说 这两个传道人 代表着在那个大灾难的时期 神要兴起普天下各地的 神的儿女们 起来 这样子的来传道 这两位传道人呢 你注意看 这里提到说 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道 首先 他这里讲的 穿着毛衣传道 所以有人会把他 跟这个 以利亚 跟施洗约翰 还有跟摩西 跟他 把他连上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穿毛衣里面 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是以利亚 新约是这个 是这个施洗约翰 对不对 不管是里利亚 或者是施洗约翰 你可以看见 这些传道人 他们穿毛衣的 那个意识 代表这是什么 代表这是 他们过简朴的生活 代表着 他们是吃苦耐劳的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姊妹 你我生活在一个 富裕的 北美的环境 你我需要操练 吃苦耐劳 跟你旁边 要吃苦耐劳 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 临到辽牧师 他常常一个名言 在我们的餐厅 都挂着一个匾额 那个匾额写什么呢 四句话 吃的苦 挨得穷 受得弃 做得功 这个几乎是 华神毕业的学生 在那十年当中 林院长教导之下 都会背的 亲爱的兄姊妹 这个老仆人 他讲的这些话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 这是今天 中国教会所需要的 教会需要能够 吃得苦 挨得穷 受得弃 做得功的传道人 那当然 讲这个东西 我们又再一次 apply到我们 每一个丢子 在这一个 舒适的 一个环境里面 你能不能够 为福音的缘故 为主的缘故 去吃得苦呢 去挨得穷呢 受得气呢 做小组长的 一定有经验受气 如果你没受过气的 小组长 那你太有福气 可是呢 我可以预言 你只要持续做下去 你一定会受气 你不受气 你就不是福气 现在兄姊妹 谁喜欢吃苦 谁喜欢穷 谁喜欢受气 没有人喜欢 但是主 让我们看见 上帝所要的传道人 上帝所要的见证人 就是这样子的见证人 所以我带 每一次我带门讯班的 弟兄姊妹 去传福音的时候 到威声park 或者到挨家挨户去的时候 你就会碰到 有一些人 你刚才敲门的时候 他门一开 然后你刚才说 你好 你才刚讲 你好的时候 他说 sorry 门就把你关掉了 然后再去下一家 是不是 好 那亲爱的女生 你如果不习惯的话 你坐一阵心 想说何必呢 这就是为什么 杨锡卢牧师讲的 说传福音 做信服小组 是造谣经 造出你是什么样子 一个基督徒 你躲在教堂里面 天天你好 我好 大家都是基督徒 我们都讲的是非常好的 一推的属灵俗语 感谢赞美主 讲得都很好 今天别人骂你 你还能够感谢赞美主吗 今天别人拒绝你 传福音给他 甚至给你脸上看 马杰博士当年 在台湾宣教的时候 还被人家破大粪 倒了他头上 现在说什么 作为福音的缘故 你要面对这些 你愿意吗 你不传福音 你不会面对 你只要传福音 你就要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现代的传导人 末世的传导人 要懂得能够吃苦 要懂得怎么样子 能够受得起 好 这两个传导人 象征着 在末世的时候 许许多多 那些忠心为主传导的 他不一定是大牧师 不一定是这个 暗幕对暗利的牧师 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弟兄 他可能就是一个姐妹 他可能就是一个 人家都不知道名字的 但是他却是为主 能够吃苦赖劳 为主传扬福音的 上帝在末世 要兴起许多这样子的人 另外这样子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说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在圣经上里面讲的橄榄树的时候 这个橄榄树就预表着圣灵 你看这个 在这个 撒加利亚书 就有提到 橄榄呢 橄榄是榨油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比较讲究健康的 我们都喜欢喝 不是喝 喜欢吃什么 橄榄油 对不对 所以橄榄炸油的 油就预表圣灵 所以这个橄榄树 两棵橄榄树 这两棵好像两棵橄榄树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是靠着圣灵的 这个圣经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 这个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尘世 所以呢 我们不是靠势力 不靠来 靠什么呢 靠圣灵 当这个初代的门徒们 他们在五星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看彼得跟十一个使徒 他们一起站立起来讲道 哇 当他们在那里讲道的时候 他们大放胆量 这些无知的小民 你要知道以色列石头很多的 很可能讲完之后 人家石头一拿起来 下面五千个人 每一个人丢一块石头 就把你当做乱杖缸了 但是他们不愿意惧怕 他们放胆讲道 甚至彼得你去看他的讲招 他讲招是非常厉害的 他说你们这些杀死 耶稣基督的人 今天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哇 那个异化的意思就是 你们这些凶手 如果你讲道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凶手在那边 你敢这样讲吗 彼得毫无惧怕 彼得放胆讲道 十一个使徒们 跟着他一起在那边讲道 就带来了五千人信主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末世我们要面对 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穆斯林 这个印度教的 这些佛教的 亲爱的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佛教比较 比较没事 我跟你讲 这个真正你碰到他的时候 佛教徒也很厉害的 你看这个泰国 还有缅甸的佛教徒 当他们起来抗议的时候 他们也是很凶悍的 那当然最凶悍的就是穆斯林了 对不对 印度教徒也很厉害 在印度 印度教徒跟穆斯林 常常彼此烧 烧对方的亲生寺 烧对方的庙宇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教 还是毕竟是多数 但是在有一些村庄 是穆斯林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打来打去的 那你可以看见 这些人要当他们信耶稣 都不是很容易的 是不是 那靠什么能够 叫他们信耶稣呢 要靠圣灵 要靠圣灵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在北美的教会 常常不谈圣灵 我们在北美的教会 常常靠理尊 靠我们自己的口才 靠我们的知识 想说我们今天 开个基要真理班 想说我们把这个 耶稣基督怎么样子 这个复活的 讲这些东西 讲清楚了 他就信耶稣 我告诉你 没这回事 想想看 我们信耶稣 都是这样被人家说服的吗 保罗他传福音 他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和名证 神迹其事的能力 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 这些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 他们不仅靠圣灵传道 接着他们开始 全能侍奉 他们是君王 他们君王的意思是什么呢 君王就是有权笔 你看这个后面出现好几次 讲的权笔 他们有权笔 他们有权笔 在这里第六节讲说 这二人有权笔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必塞不下雨 叫天必塞不下雨 那之前你们就提到说什么呢 他们口中有火 从他们口中出来 除灭仇敌 这好像特异功能 所以有人就解释说 这不是这样自灭解释的 这个情况 这指着说 他口中讲道有能力 所以 OK好 所以你会听到不同的说法 但是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那么我们看见 这一个 他这里所形容的这些东西 也不是新鲜的事情 是不是 好 口中有火 圣经上里面 还没有看到有出现 但是接下来你看看 他说 在他们传道日子 叫天必塞不下雨 叫天必塞不下雨 你想到谁 想到谁 有做过这个事情 以利亚 以利亚曾经叫天不下雨 对不对 三年零六个月 三年零六个月 刚好就是这个末期的大灾难的时间 三年半 那这里讲到说 他们传道一千两百六十天 就是把它换成天 就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四十二个月 也就是三年半 四十二个月 一千两百六十天 还有三年半 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他用不同的说法 来表明这个 这是一个末期三年半 这个大灾难的时期 同时也是这两个传道人 他们在那个 在那边传道的时期 他们面临到这样子危险的 这种灾难各式各样 他们上帝就赋予他们 有这样子的权柄 能够行使这样子的灾难 各样的这些灾难 那丢着呗 除了天不下雨 下面说什么 水变为雪 想到水变为雪的时候 你想到谁 摩西有没有 摩西曾经行过十个灾 其中就是叫水 把它变成雪了 所以呢 这一个并不是新鲜的事情 摩西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么其实下一个呢 摩西也曾经行过 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并且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事件 对不对 你记得一件事情 这是上帝审判的时候 所以上帝也托付 也给这个权柄 给他的儿女 他们可以忽灾患烂 他们可以忽患各样的灾难 来攻击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指的那些 不肯悔改 那些这个执迷不悟的 不肯悔改新耶稣的 神要用各样的灾难 来攻击他们 那么亲爱的兄姊妹 上帝说 他把这个权柄给了谁啊 给了这两个传道人 这两个传道人 刚才我说的 就代表着 那些为主 爱主 侍奉主的 传扬主福音的 这些的信徒 在末后的世代 这些事情要发生 亲爱兄姊妹 那亲爱兄姊妹 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 这些事情 都曾经发生过 我就想到 刚才讲的靠圣灵传道 还有呢 跟这个 好 最后一张打出来 这个靠圣灵传道 跟这个 用权柄 能够用各样的灾难 我就想到说 这个 在19 1988年的时候 我到中国去 我就亲身经历到 这样的事情 我到现在 没有办法忘记 我觉得那一个经历 对我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激励 我亲身的经验到 中国教会的 那个复兴的光景 我看见神 怎么样子 使一个无知的小民 真的是 没有读过书的 一个农夫 一个农民 但是神就是 给他有这个权柄 他怎么按手祷告 人家就就好了 在温州教会 在当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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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逼迫的时候 那么他们在 在这个 他们受到宋少杰的影响 温州教会很喜欢 开奋新会 我记得我大概 十年前到温州教会 去讲道的时候 去培训 去这个 他们神学院的 那么我就看见 他们隔壁的 是另外一个 他们的一个牧师 连继大的 连长的牧师 在开奋新会 哎呀 那个开奋新会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光景 真的就是 非常是 很典型的 温州教会 开奋新会 哇 那个声音 大得不得了 然后就 然后台下 就是那样 很火热的 这个叫奋新会 你懂什么 宋少杰当年 就是这样 开奋新会的 今天我们的奋新会 有时候 不奋也不心 就是温温的 所以呢 那干脆 不要叫奋新会 奋新就是要 让大家火热起来 就是要让大家 临里面 眺望起来 所以呢 这个 他们受到这个影响了 温州教会 很喜欢开奋新会 那么到文革的时候 没有办法这样 开奋新会 就注重祷告会 所以他们常常 就在祷告 非常的迫切 到深山里面 去祷告 那么后来 这段时间 教堂关门了 但是呢 神机骑士 就很明显地在运行 有一个 温州的老仆人 就这样讲 他说 温州当时 有三个老太太 他们出来 他们出来 就行神机 很多人 绝症 得医治 那这三个老太太呢 他们呢 常常去探访 特别 就是去 去这些 生病的人家中 去探访 他说 很多这些生病的 有那种传染病 人家连自己的亲友 都不敢去看她的 但是 这三个老太太 就去啊 所以他们去那边 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病就得医治 所以很多人 就因此信了耶稣 对我说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个牧师的传导人 不是都是那些大牧师 这些有名的牧师 才是传导人 亲爱的兄姊妹 在牧师的时候 神要兴起 每一个 像这个温州的 三个老太太 像我所碰到的 不知道是安徽 还是哪里的 那个老传导人 不是老 那个老弟兄 他们这个 大致都不是一个 但是他说 他说他从信主 那一天 上帝就给他 这个恩赐 他说他一按说 别人病就好了 现在弟兄姊妹 你渴慕吗 我不是说你渴慕 只是说你渴慕有能力 弟兄姊妹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能力 因为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然后呢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时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你我每一个人 你我都是见证人 跟你旁边说 你是见证人 所以耶和华见证人 虽然是异端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他们最符合圣经 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就是见证人 每一个人一进入 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你没别干 没别的事干 就是你要出去见证 不管你个性害羞 或者个性内向 都没有关系 出去 出去就外向了 今天很多所谓 正统的福音派教会 大多数的人不传福音 少数人累得要死 大多数的人 坐在那边观看 弟兄姊妹 求主怜悯我们 末世 神要借着苦难 不单单要来刑罚 要来审判这一个 悖逆的世代 神也要借着这个逼迫 借着这些苦难 要来催熟那些他的儿女们 神要把那个得胜者催熟 懂吗 催熟懂吗 催熟 我们家上个礼拜 师母买了一些木瓜 都是生的 经过一个礼拜 一两颗熟了 我相信再过一个礼拜 怎么样 就都熟了 有的为了让他 早点熟怎么办呢 有的要用什么 用热 或者有些方法 对不对 那叫催熟 神怎么样催熟 他的儿女们 用苦难 用逼迫 所以苦难来临的时候 你要感谢赞与主 哈利路亚 我要催熟了 生命要成熟了 我的得胜者的品格 要被操练出来了 如果你都没有苦难 可能你永远是一个小baby 经不起考验 让我们欢迎 耶稣基督的再来 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 这个福音必定要广传 传遍天下 向万民做见证 这个福音要传出去 必须要靠着胜利的大人 神迹奇事的能力 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苦难会来临 逼迫会来临 因为只有当你去 指导黄龙的时候 才会有那个power encounter 才会面临到 撒旦极强烈的攻击 后面我们陆陆续续会看到 撒旦的这一个最后的 他的本事就要撕出来了 他使尽全身的力量 要来拦阻基督徒 拦阻教会做这件事情 因此亲爱兄姐妹 让我们都成为那一群 末世的传道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的话 早就已经告诉我们 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当这个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越来越多的灾难 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基督徒 不是像世界上人一样 贪生怕死 不是像世界上的人 在那边坐下 吃喝 起来玩耍 让我们是一群 醒醒在你面前 主啊 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 让我们就是 能够站立起来 让我们真是 为着主的缘故 为着福音的缘故 能够勇敢地去传扬 主啊好叫我们 看见福音传遍天下 以至于你就可以 早日来到 谢谢耶稣 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